《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1月16日星期五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罕賢 先和大家看看衛星雲圖 留意昨天天休息 其實在華南地區基本上沒甚麼雲 入夜後在南海北部有些低雲 慢慢飄上來影響到沿岸 香港昨晚的雲也多了 所以晚上的輻射冷卻效應沒那麼顯著 今早早我看看氣溫的分佈圖 最低氣溫方面普遍比昨天略微升快一點 我們見到市區是14至15度之間 其他地區都比較冷 特別是新界這些很多地方 都仍然維持在12度以下的最低氣溫 雖然昨晚比較多雲 不過其實同一時間 高空的北風亦增強 雲會逐漸消散 我們今早早天亮之後 望去南邊的天空 便會見到雖然雲量比較多 但亦同時開始出現一些納粒 見到有藍天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將會是漸轉天晴 而日頭的天氣會是降噪的 氣溫最高會回升到19度左右 就會吹一些和緩的東北風 接下來幾天的天氣是怎樣呢 我們轉過來再看一次衛星雲圖 今次留意在西北太平洋這邊 其實有一個有組織的雲團 這個雲團其實就是熱帶風暴 米克拉 米克拉預計未來那兩三天 都會主要是採取一個偏西的路徑移動 會是移向菲律賓以東的水域 所以換句話來說 與香港或者華南地區 其實會保持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未來那兩三天其實在華南地區 主要是繼續受到乾燥的冬季季後風影響 這區的天氣都會繼續乾燥 而且天色都相當之好 會雲量比較少一些 以溫度方面 一早一晚特別的天氣 都仍然相當清涼 我提醒大家 在這些天氣形勢底下 特別是對於一些內陸 或者空曠的地方 日頭因為天晴有陽光 氣溫會升得比較高 但入夜之後 同樣的原因 在小雲、乾燥加上 就是在微風的狀態下 在這些內陸的地區 透過輻射冷卻 散熱會相當顯著 所以晚上氣溫會跌得比較低 所以一早一晚的溫差會比較大 講到香港的情況 我們只望未來那兩三天 早上都會相當清涼 而日頭將會是天晴和乾燥 最後一提 未來的周末天氣都相當好 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享受冬日陽光之餘 一早一晚 最好都是加上衣服 天氣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